凤梨汁比柠檬汁少5分之4公升 客人喝掉一些凤梨汁后 还剩下的凤梨汁比柠檬汁少了3又1分之1公升 客人喝了多少凤梨汁呢? 我们利用画图来帮我们解题 凤梨汁比柠檬汁少 所以我画两条线 凤梨汁比较少所以比较短 柠檬汁比较多所以比较长 题目告诉我们凤梨汁比柠檬汁少了4分之5公升 也就是说呢 凤梨汁少掉的这一段是4分之5公升 而客人喝掉一些凤梨汁 这是客人喝掉的凤梨汁 客人喝了这些凤梨汁之后呢 剩下来的凤梨汁 是不是只剩这一段呢 剩下来的凤梨汁比柠檬汁少了3又2分之1公升 剩下这一段 跟柠檬汁比起来 柠檬汁就是比他多这一段 3又2分之1公升 所以题目问客人喝了多少凤梨汁 是不是就是在问这一段的长度 而这一段的长度 是不是就是把3又2分之1 去减掉4分之5 那剩下这一段 就是客人喝的 算式摆好之后 我们先把甲分数化成带分数 变成3又2分之1减1又4分之1 接下来我们做通分 2和4的最小公倍数是4 所以我们通分成3又4分之2减1又4分之1 再来我们做减法计算 变成2又4分之1 已经约到最减 所以客人喝掉的凤梨汁 是2又4分之1公升 再来我们做减法计算